由于目前三级防疫研制到了6月28号 而为了避免在端午节连续假期 游客来到花莲礼玉坛风景区特定区内 来进行休闲群聚 众管处是特别将休闲步道凉亭 拉起了封锁线来进行管制措施 并且也派出了巡察员进行游客的劝导 希望乡亲民众能够在疫情期间 配合众管处的管制措施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 为了避免里玉坛风景特定区 在连续假期游客的群聚 里玉坛管理站特地将凉亭 以及步道进行了管制措施 也利用广播系统进行游客的劝离 里玉坛管理站主任蔡威平表示 为了配合中央防疫政策 交通部观光局对于防疫的措施与规范 都有执行的要点 也希望游客能够了解三级防疫的重要 因为因应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已经宣布全国疫情警戒第三级 这次会延到6月28号 那配合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是希望所有的游客这段时间 为避免群聚跟人的接触 尽量不要到我们里玉坛风景区 以避免新冠肺炎疫情扩散 那这段时间呢 我们里玉坛管理站的作为就是 把所有的步道跟凉停跟停车场都给予封闭 那也不定时的广播 特别是在假日的时候 每30分钟对整个风景区做全区的广播 劝导游客避免逗留 尽量不要在这个风景区游走 避免群聚的感染 目前仍然是三级防疫期间 许多风景区以及卖场 人潮聚集的地点都有进行相关的防疫管制措施 游客或者乡亲来到花莲 还是必须要多做考量 才不会因为防疫期间 让自己在搭乘交通运输工具时 提高了染疫的几率 记者林杰 收风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